學校教師為了能給予學生更好的教育資源 總部辭辛勞付出 十一日教育部在桃園市舉辦 一百零二學年度校長領導 暨教學卓越獎 由幼兒園組、國中小組、高中執主 其中幼兒園組的入選學校當中 桃園復興鄉的一生國小附設幼兒園 從眾多學校脫穎而出 更獲得了幼兒園組 唯一的經執獎殊榮 我們豐富的一個生態資源 那我們就從這樣子來做一個發想 那我們透過體驗跟探究 跟我們的部落的Lakita Young 也就是我們的小朋友們 一起攜手共創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另外同樣是來自復興鄉的接受國小 學校教師組成了皮亞山教師團隊 以英才施教的方式 將在地文化、泰雅語言舞蹈 傳統基因與觀光資源結合 讓孩子學習文化觀光導覽 從中激發孩子對學習的興趣 我們現有學校的景點裡面 還有一些有歷史的教室裡面 去讓孩子練習先練習導覽 然後從學校裡面再走出學校 進入社區再從社區的景點 讓高年級的孩子自己寫導覽稿 自己說 台灣地區唯一的原住民族鄉 就有兩校獲得了教育部教學卓業獎的肯定 前進原鄉地區學校教師 對原住民及孩子教育上的重視 課程中都結合了在地資源 讓孩子不忘自身文化也能多元學習 就這麼專門在桃園室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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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